一間木造房屋隨著河水不知要飄向何處 看著遮風避雨的家炮在黃濁泥水裡 站在岸上的民眾臉上滿是擔憂無奈 洪水來勢凶猛 導致許多民眾受困 期待救援 除了橡皮艇外 搜救人員還出動直升機前往搶救 美國肯塔基州東部地區最近因為連日 降下豪雨引發嚴重洪災 災情最嚴重的是阿帕拉契山脈礦區 從當地媒體拍攝到的畫面可以清楚看到 災區道路一片汪洋 洪水還淹到房屋屋頂 這場治災性降雨不只造成當地超過2萬多戶民宅 無電可用 更有民眾不幸在洪災中死亡 其中還包括多米孩童 即管目前當地已停止降雨 可是洪水仍然沒有退去 州長貝希爾宣布肯塔基州進入積極狀態 除了動用國民警衛隊前往受災最嚴重的地區 還開放3個州立公園安置失去房屋的民眾 美國總統拜登也宣布 聯邦政府將向肯塔基州提供援助 另外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 當地還會有更多豪雨 洪水警報還沒有解除 華日新聞不愛政編譯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